如何降伏母月 首先你要知道什么是母 什么是月 你要认知 佛法点 真实义 开经济灵的讲 愿解如来 真实义 这句话重要 不能把佛的意思解除了 佛给我们讲 摩根愿不在外面 在哪里呢 在自己里面 《八达人觉经》里面告诉我们 摩多 太多太多了 佛把他归纳 为四大类 第一大类的五阴谋 无阴谋怎么相辅呢 那一定要修解定慧 慧成就了 你看般若心经上讲的 观自在菩萨 行 神般若波罗密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五阴谋 所以降服五阴谋 要智慧 这经上说得很清楚的 第二一类烦恼谋 第三类死谋 第四类天母 你看看 五阴是自己 烦恼也是自己 死还是自己 四大类 有三大类是属于自己的 只有一类是身外的 叫天母 天母是什么呢 身外所有一切的诱惑 叫做天母 这不属于你自己 什么东西诱惑呢 财色明时睡 在诱惑地 你动不动心 你六根 借出外面六层境界 你生起贪爱 你照模了 为什么呢 把你里面的烦恼模 引起来了 见到外面境界 不称心不如意的 你诚惠 生起来了 诚惠 也是你的烦恼模 把你无因烦恼模 勾引出来了 甚至于 把你的死模 也勾引出来了 哪一类的呢 现在这个社会 许多吸毒的 犯罪的 那个吸毒犯罪 那是要你命的 这是外面这个天母 勾引你的死模 你要懂得这个 这是真正的 四十真相 愿 愿家了 也不在外头啊 都在内心了 佛在经上讲 舍我冤家 神杀道隐 口望于 念邪 其余悟口 意贪嗔痴 这个东西是冤家了 你要远离他了 翻过来 佛说了 是善后有啊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隐喻 不妄语 不念识 不齐语 不悟口 不贪 不撑 不吃 这是最好的朋友啊 你不能离开啊 佛在大小城 经论地 就常常教导我们 那个冤家 十五冤家 要离开 是善后有 要交接 这就能降伏 魔怨 那么由此可止 降伏魔怨 真正的功夫 是在内心做 内心里头 没有魔 没有怨 外面跟你 借什么样的怨愁 通通都能化解 很容易地化解 外头 无魔 也无怨 外面的魔怨 是里面魔怨 变现出来的境界 这个道理 要懂 有没有 无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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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